万万没想到啊 裹得这么严实 还是被认出来了 一开始我还在跟前台小姐姐 有说有笑 后来我看上了隔壁桌打球的大哥 想跟他打一把 等一下高手我给你打一下 打完了是吧 打完了 怕这位高手输的菜场 我就说 让你两个啊 还记得我跟小姐姐打球 赢的那三斤小龙虾吧 我就想再套路点啤酒过来 打一瓶啤酒啊 三瓶 三瓶是吧 那连你五瓶 六瓶 开球啊我没打进 大哥很不屑的说 我又没有放水 我都不放水 这个要一杆清了 大哥确实基本功挺好的 低杆走位都不错 这就只剩黑巴了 大哥准备出杆 没进 我表示很欣慰 轮到我表演了 打进一杆很好 可惜第二杆没进 问题不大 目前比分0比1 要不 要不 我开球进了一颗 可惜 这球没传进 大哥走过来跟我说 你是第二个 那我两个 是吧 大哥这杆走位没走好 走传了一个大反角 结果没打进 现在换我打 低杆打进后啊还有两颗死球 可以先较位一号 然后去K球堆 大哥怎么演神感觉奇奇怪怪的 嗯 这杆K球效果完美啊 剩下几颗简单的球 轻轻松松拿下的这一局 目前比分1比1 突然大哥过来问 抖音号多少 抖音号多少 哦 是不是被认出来了 呃 只能尴尬的笑了笑 第三把大哥开球 结果白球掉带了 轮到我先后自由 很好 第一杆成功15 没分没分 趁着大哥在打球 赶紧调整一下后手 这个球啊卷择拼7号翻带 可惜吃带脚了 大哥很自信 直接保9号球抵带 可惜打后了 现在这个局面啊变得非常明朗啊 是时候该收网了 7号是个难点 只能翻带 K球效果非常不错 还K了一下2号 直接宣布游戏结束 最后跟大哥握了个手 哈哈哈 下次要穿最装过来 结束 等等 小龙虾不还没有配啤酒吗 这不 啤酒来了 网站赢了 网站赢了 啊 还有四更e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